大家好 这里是玄游轨迹 我们现在是在云南的建水 这里是新房村 我们听说这里有一个百年的古宅 它是一座土豪古宅吧 当年真的是家里有矿的人才盖得起的 听说它那个窗子都是用那种金边去绣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想去探访一下 这座一百多年前的土豪古宅 有矿的古宅是个什么样 我们今天就去看一看 阿姨你好 阿姨你好 这个宅子是 我看网上说这有一个几百年的老宅子 就是这个 这是几百年 这是什么时候修的 这些好新年 这些是百多年 一百多年 我看它建筑特别老 没有重修过吗 没有哈 还没有学习 进去看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 好好谢谢 这个宅子太大了呀 从这还能继续往后绵延 这好像是个门洞 这里边还四 阿姨这个老宅子里面住了几户人家呀 六七家 六七家 修得特别豪华 心里豪华感 对 在心里豪华的咱们家住 在那边还有 这座宅子感觉也挺有那种 不色不香的感觉 就是以前很早很早的时候是做矿 也做西矿的吗 那这里现在住的都是一家一户人 一家人吗 就是都是一个姓务吗 几年 几年 这房子是几年 阿姨您在这儿住了多少年了 您住了多少年了 在这儿 我们那是啥 我们从小就在这儿三长年 我们也读书都学了 读书都学了 哦 从小就在这儿 我们在这大房子中转 又来到了另一家 哦 那就是那种 这应该上面学习的就是金边 因为我们问的昨天的奶奶 她说是 这一家以前是 祖上是做矿 西矿生意的 就是说以前家里是有矿的 所以以前还是 在那个时代算是一个地主吧 算是比较土豪的 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上面有金色的 就是拿金箔箱的 富贵气息 而且雕刻的也非常的细致 您这是在刮沙吗 刮沙就往往说 哦 刮沙了 年纪年多大了 不许多了 在这儿看 这儿是可以通过来的 嗯 四孔八达 这个我们刚刚看过的 哦 一共有这样两个这样的天井 哎 哎呀 给看着这个叶哦 给看着这个叶哦 嗯 嗯 你啊 这个叶 哦 那上面都是镀金还是什么 你啊 给敲着这个叶哦 哦 这还有鱼 在这座古宅子中 有很多书法就刻画在门窗上 应该也是有一百多年历史的 这里是 有没有重修过呀 没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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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年竟然还能住人啊 一百多年都还能住人 倒了 刚才倒了 上面都不敢住 啊 就是倒过一次啊 倒了 上面倒 就说这一百多年 这边就冷停了 啊 边的这边冷停了 放在上面倒冷停了 哦 而且呢 在这个每一个立柱的下边 有一个石头 这样的石头呢 的作用是为了防止木头接触地面 因为地面是潮湿的 所以用这种石头来隔开 防止这个木头腐蚀 而且呢 在这石头上面 其实也是做了有刻画的 可以看到的纹路 很清晰 走这个台阶呢 还是可以上到二楼的 一步到二楼 就可以看到这座古宅子的全貌 从这里呢 可以看到对面 对面就是一些壁画 这座古宅 甚至于在房梁上这样细小的地方 都会有很精致的雕刻 其实这里住起来的话 感觉很安详 因为在这里面真的声音很轻 甚至于水滴到地上的声音 你都能听得到 看一下这个门 它在门的下边这一块 每一个图案都不一样 而且在这座古宅中 最精致的雕刻要属这扇门 它的工艺更复杂 而且当时镀金的效果经历风雨过后 在今天依旧清晰可见 我们现在要离开这一座古宅 这座古宅呢 其实感觉它的装修是很到位的 它每一个细节都做得特别好 这个古宅真的是真真正正的百年古宅 就是没有经过修复 包括它的柱子 它的石板 它的雕刻 所有的东西都是当时保留下来的 都是一百多年前的东西 所以看看还是挺增长见识的 很有特色 我们现在呢就离开这里 走了